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多伦多地产经济庄大 今天很高兴要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是2023年的6月26号 今天是星期一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节目呢 主要是为了给一些新来的朋友 新移民或者是第一次买房的 这些朋友给他们推荐一些上车盘 新房的一些上车的项目 包括公寓 包括正屋 包括独立屋 这些项目的特点呢 一个是价钱 相对来讲比较便宜 第二个呢 它的交通和生活都很方便 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点击点赞关注 并且转发给需要的朋友 今天节目开始呢 我想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最近这个多伦多这个新房市场的情况 多伦多呢 最近这个二手房市场 因为加息的原因 二手房突然又冷下来了 这个新房呢 销售呢也受二手房的影响 也是有一点点降温 但是呢我们有一些好的项目 比如说在这个地铁站附近的 或者是在学校附近的 大学层附近的 这些项目还是卖得非常的好 大家有可能觉得 我的节目里怎么老是推荐 这些给这个投资客人推荐 新房项目 没有给这个新来的这些客人 新来的这些新朋友 比如说是新移民 或者是以前从来没有买过房子的 朋友提前一些项目呢 今天的节目呢 我就给大家做这么一期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新移民 他们刚刚来登陆多伦多呢 他们可能找到工作以后呢 都希望在这个地铁沿线 找一个相对就是交通 他们可能考虑的是首要 所以我第一部分的介绍的是 公寓项目 在公寓项目这一块呢 我们华人还有一些特别喜欢的 就是而且生活交通很方便的 周围的这个也非常适合 新移民居住的地区呢 就是北约克 北约克呢 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适合于 这个新移民家庭的 要这么样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位于Shepherd 跟这个Yang 步行这个 步行就可以到旁边的 这个Shepherd和Yang的 这个地铁站 这个房子呢 总共有9层 173个单位 非常低的密度 而且呢 现在购买的话呢 还有一些特别的优惠 步行700米就可以到 Yang街的这个地铁 所以去当趟工作也好 或在北面和南面 不管在哪边工作 在这个相当于是 多伦多的一个中心的地段 而且呢 它周围是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 叫Eddington Park 这个公园 楼里呢 所有的电器 配配的这个米勒的电器 而且是全楼都是 可乐的这个卫浴 可乐是一个 德国的一个 很著名的一个牌子 所以这个是一个 高端的一个项目 位置是在270号 Shepherd Avenue West 这个项目 是非常推荐 给现在的这个移民家庭 就是新来的这个 如果再考虑买 这个北约克 当趟 如果觉得有点贵的话 考虑北约克 这一块呢 这是首选 我们还可以再比较一下 北约克 现在还有一个项目 如果觉得首付 想要付少一点 不想付15% 或者20%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项目 也在 一样跟Shepherd的 他的定金 现在买两房呢 只要10%的定金 因为两房是比较适合 于新移民家庭的 夫妻两代 一个小孩 这样 这个地方呢 十年都没有怎么出新项目 所以在 一样跟Shepherd这边 使用而且是很低的 1360一尺 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个比较 这个一个是 这两个项目 一个是一个九层的 一个矮层的公寓 还有呢 就是一个在 一样跟Shepherd的 叫North Court Condo North Court Condo 我们也卖了一段时间 所以这两个项目 大家可以做一下比对 都是很适合 这个新的移民的 新移民 新房项目 第二部分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独立房和证屋的楼环 因为有了Family 大家就可能喜欢 有一个自己 不想买那种公寓 想买一个 至少是一个证屋 Freehold 我们现在推荐 因为在多伦多市区 GTA呢 Freehold的这个 不管是证屋也好 还是独立屋都非常的贵 所以今天推荐的 上车的这个是在 Brampton 在加拿大西面 最具活力的一个城市之一 叫Brampton 这里有两个性价比 非常高的 这个新的房化项目 第一个呢 是在这个皮尔区的北面 有一个独立屋的项目 我们24号 今天是26号 2000前我们发盘的 独立房 1.4个Million起 如果交个 基本上是20%的定金的话 大概也差不多是20万左右 因为这个相对来讲 是比较便宜的了 如果想买独立屋新房的话 36尺42尺的独立屋 这个是有这个 有32尺 有30尺 还有36尺都有 这个项目的是目前来讲 在这个皮尔区最便宜的 在Brampton 第二个呢 在Brampton附近 这里有一个 叫这个 在McLagland Road 跟这个Mayfield Road 这里有一个 两房和三房的这个证屋 它的这证屋呢 只有80万起 它这是一个 Condotown 也就是说 是有一点管理费的 一个证屋 也靠近410高速 也非常近 临近这个Mount Pleasant Go Station 如果大家在 如果新移民 在Duntown上班的话呢 做个沟圈呢 也就能到Duntown 也非常方便 所以这个是在 皮尔区Brampton 这里介绍的 两个新房花项目 一个是80万起 一个是1.4个M起 这两个 都是值得推荐的 如果大家 喜欢多伦多东面的朋友呢 最近我们一期 Pickering的 有一个证屋项目 连排别墅项目 13尺宽 三层高的这个证屋呢 也就只要80多万 这个是20尺的话 两层的证屋呢 90多万 那现在我们 还有少量的单位 订金呢 是2万5 这叫订金就可以了 这个是在Pickering的 这个项目 在多伦多的东面 离Duntown也很方便 也很方便 然后Mounton呢 我们因为 Mounton这个city呢 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 但是它是在 这个Brampton的西边 在这个西区这一块 我们现在有一个Townhouse 也是不到一个面链器 有两层和三层的 最大的有五个卧室 如果是新移民家庭比较多 来了以后孩子也比较多的话呢 是可以考虑 在Mounton这个地方 买这么样一个证屋 这个证屋呢 它的特点呢 一个是房间非常多 第二个呢 它有三个车库的这个证屋 是非常非常不多建的 这个证屋呢 它的面积呢 三层的证屋呢 叫Mountain View 另外呢 两层的证屋呢 是2800尺起的 只要1.28个Million 这个价格相当的便宜了 在Mountain 所以大家可如果考虑 在GTA周边地区 买一个Freehold的 作为一个新房 作为一个 一个新移民的 一个上车项目 这也是很值得推荐的 然后呢 如果大家就是说来的话 如果带了不少钱过来 如果资金比较充裕的话呢 而且或者是你想在一两年之内换房 包括一些downsizing的朋友呢 或者是公寓想换成house的 也可以考虑下面介绍的 这几个项目 第一个呢 7月中旬呢 我们会开一个比较大的项目 在这个万景这里 华人聚集比较多的地方 Victoria Grand Warden跟Major Mac 这个西北角 15尺的这个传统的证屋 在后院的 20尺的Real Land证屋都有 30尺的 38尺的双车库的独立房 这个价钱 现在还没有公布 估计是要接近两个million了 或者以上 第二个就是King City 如果大家喜欢租大房子的 King City呢 我们现在有一个项目 42尺 一直到62尺宽的 这样一个项目 200万起 后院有的是对着Ravine的 就是对着这个森林的 有三车库的 超大的这个lot 后面对着森林 交房钱只需要10%的定金 这个是在Low Rise的房花里面 定金交的是最少的 这就是King City的这个项目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16街跟Bayview 上就是过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呢 推出了一些新的lot 也是一个双车库的 双车库的新房独立用户项目 也是两个million起的 位置非常的好 就在Bayview跟16街的西北角 就是也陆续给大家介绍的这些项目吧 就是说如果是新移民朋友 大家考虑到资金比较有限 定金呢 可能就是说 不是特别多的话 首付不是特别多的话 真的可以考虑 我今天推荐的这些项目 从这个交通方面 从这个如果喜欢周边地区的 或者是喜欢当汤的 或者是喜欢北约客的 都可以考虑 好今天呢 我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如果大家呢 是新移民朋友 或者是第一次买房 对这个买新房 还有一些疑问 或者说 这个定金 怎么交啊 或者说有些什么保障啊 与相关的这些问题呢 大家可以单独跟我联系 我的联系方式显示在屏幕下方 好谢谢大家本次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